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次 再下一次 有很多次 包含在完评的时候 如果在科学验证 这是不可行的 一根钉子都不能消 就这么单纯 工程要进行捷运局的工程 它的工程文件相当的厚 未来的还评 还评的标准高如天 包含地质 建筑亦然 所以我用这个地质的事情先做个开头 就是今天是我们未来的开发的第一步 那谈到第一步 就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本来这个事情是法定 是400跟40 在都委会决议 不要坐满 我们同意 那因为这本来就是公共事务 各位350怎么来的 其实大家要公平 我也可以直接告诉各位 我们不会坐满350 因为我们的邻居 是225 根据条例 奖励 可以有1.5倍 225乘以1.5是337.5 我们限定350 我觉得那是一个原则 另外 是350吗 到环平的时候 那些标准很严格的 先这样说明 然后呢 这整个的交通系列 将要开始的时候 交通局会清楚的跟各位说明 我再说环平 环平对于交通的影响评估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那我先讲一句话 你们看到这条路 这条路是一个算数上的决定 当有这条路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不需要环平 但是师父说要环平 为什么 以事负责 但是我们这条路为什么留下来了 其实它是跟紧急防灾有关的 好 那如同我几个月以前 我其实是拿着文化局的那张图 它订了保护数目 如果我没记错 大概只有12颗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提案 是绕着它的 后来有一位朋友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是这位女士 好 他就说 请你打开眼睛 你看看Google Earth 你在骗我们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张图了 我跟科匹一样 没有习惯骗人 好 所以回去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树整合出来 然后呢 引领约约 我觉得这个基地的配置在给你答案 所以呢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都市计划变更 我们留着 然后这个树 这个树 这个记录是谁做的 是都发局另行违反 真正的测量树 这是一个很认真的态度 过去呢 通常要几年以后 有了设计规划单位才会测量树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博德那个案子 那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测量过树 我们局里面 在过去几个月知道了 好 有了他 就像我说的 整个答案好像告诉你了 因此呢 回到大家关心的开放空间 这个的确是13895加5000 加这两个数字 这整个的数字是可以经过考验的 而且我们2552也不加 而且这个是20公尺 60公尺 各位信义计划区都没做到 大池内湖区也没有做到 好 为什么要留这一栋 因为我相信即使在这一个演讲厅里面 要赞成的人 恐怕都没有百分百 我们这个社会哪件事情是百分百的 本来大家都在修行 包括我在内 我们想要做一个大家觉得可以接受的最大值 也就是说 我们有开放空间 那就是集体第一 然后呢 文化局上次的文资审查 决定留或不留交给物发局 那我们认为有一栋很好原因 稍后再说 但是书都有着 未来会变成很漂亮的开放空间 所以跟刚刚各位那个大姐说 因为这个开发还会有一段时间 那我也不骗各位 那是用年算的 绝对是用年算的 但总算开始 那有的到了现在 我们都还讨论开放空间 这里提到哪些需要四公尺的税缩 哪些需要有哪三项的配合 以及捷运来了以后 以及有哪些要有通浪 当然这些都是技术的图像 可是这些技术图像都在网站里面 不可以 有韩文利贷 到了现在 都还在讲开放空间 这有十五公尺带撞 十五公尺带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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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讲一次 信义计划全没有 往此有 往此如果套聚科市长的话 科市长会到设置到说 台北市欠你们 所以他们的临时接水电的规则就不一样 那我也说这个十五公尺是台北市欠你们 然后这里还有六十公尺跟二十公尺的开放空间 好 这整合之后呢 这个树是经过测量的 我先告诉各位结果 其实到最后 只有一两棵树 那两棵树是为了 我说受保护的树 是为了结运 好 那整个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哦 这里面每一棵树都是负责任的树 然后呢 这个建筑物的脚印 我可以跟各位讲说 有一天这个执行之后 你来到这里 沿着这个树 沿着这个地方看 我觉得你在你的心灵中应该可以找到 当年的集体记忆 只是它变得更新更好更安全 好 这张图 这个是都市发展局有史以来 真正以示负责在规划 完全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任何开发单位来的时候 主动由局里面 经过都市设计审议 提出的都市设计准则 我讲点技术性 过去是这样子 公共工程如果找不到钱 找不到地 就花一些小钱买一些报告 然后那些报告就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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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放出架上 设计导那种报告大概有三百本 那都是帮书架做的 读法局在过去八个月做了一件事情 在经费还在筹措 还在跟各位讨论的时候 局内自行制作规划 全世界没有人上台会是一样的 因为各位你有没有想到 其实局里面的人没有增加台会 局里面的工作大概只有增加两倍半倍 只有 但是我们在想这件事情 广市一定要动 所以才会有说 我先说 这里要有十公尺 这里要有五公尺 这里要有十公尺 这里要有十公尺 而且都市设计委员跟都市计划委员 这一些人 每一个人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 他从大学毕业到今天已经做事三十年了 我大学毕业到今天我做事三十二年了 我没有在骗各位 那我要说的是 因为这个高度 因为这个退缩 我们可以有对这个空间的品质的保证 然后这里面 几棵树就是几棵树 讲得清楚 有六十三棵 初步影响桥木共六十三株 在基地内移植 我连我要移植的哪些 我都写了 哪一些是保护的 哪一些是移植的 黑色的点 一点都不含文 而且各位这个直径是完全有比例的 而且我这条线画出来 我就是告诉各位六十三 但是你可以看到 蓝的红的都留下来了 受保护红的都留下来了 这个是图 这是见证图 不是开玩笑的 好 接下来 你就要看到说 高度设服设施 市府的目标 想要做世界最好的 第一个融合公共住宅 跟设服设施在一起的 我希望这是台北人的福气 那各位也听说一件事情就是 信义区只有信义计划区 这是我来自你几次 你告诉我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一个不均匀的发展之后 有了信义计划区 但其他地方停滞不前 但是在这里要复制信义计划区吗 当然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的答案 当今天的议题还没有谈到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说 你们也知道 市长也批准了 要在这个地方走路散步的时候 永春坪要变成一个湿地公园 所以呢各位 你会觉得好像建筑物很多 那各位看看 这里有最漂亮的四寿山 我曾经在这边一路散步过来 很多朋友跟我打招呼 我就走在这里来 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从这边走过去是很多人在散步的地方 这个的密度跟未来的都市更新开发之后 我们已经跟各位讲 你们的后花园是台北最大的后花园 十个人就做这个给你看 现在站在你前面的第9.9个人之外 是带着局里面的人 来到跟各位讲说 我们一起看四寿山 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高度 包括五千平方公尺 各位五千平方公尺是在哪里 你刚才平面读了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叫以示负责 那的确 我带了好几个案子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 你那个绕来绕去 其实已经没有开放空间的 各位我怎么会听不懂 我自己到现在还在国立大学任教 那说话是要负责的 那我要说的是 以这个过程来讲 我们对空间的尺度要负责 这就是都市设计的准则 好 同样的 树要怎么种 中间的距离 一样 当我说四公尺的时候 是代表什么意思 五公尺要有绿带 其实在一个月前的一天 那 其实那天也有很多朋友在旁听树 那应该是我到任以来 感觉上 专业上的肯定 最隆重的一次 因为 我当时不知道反应怎么样 可是旁听式的朋友 当我们眼神交汇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感觉到 局里面的确 注意这个事情 我们还没完美 可是这是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检讨 只是当天还来不及跟各位说明 所以我今天这样说 那整个来讲 一样 十一公尺的带装 你刚刚是平面图 你看到那两个绿点 可是我在这个图上面 各位就是这个抹面 这是什么 这是你现在已经有的路 你说车子在哪里 其实平常不开车 各位 我刚才说的一句 平常不开车 有紧急事故的时候来 但是有些平面配置多 你开车进去就下去 这是一个徒步区 但是这条路要留 这条路要留就表示什么 我们到最后要兴建的时候 那个薄油路的材料会换掉 它是可以散布的材质 好 那这整个来讲 我们这树也不是乱种的 不在讲这些事情 这未来可能的步道 都是在串联二楼以上的空间 好 那这个事情是这样 我们经过高度的调整 北侧阳光 我记得那一天 有朋友在说 你的北侧阳光不合适 我只有讲一件事情 你的北侧阳光的图是谁画的 是我们画的 就表示我们当时在上一个版本的时候 我们画出来就表示我要开始检讨 我没有说那个完美 这个未来我们包括哪些退缩 整整的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而且我再讲一下 这些不是最后的定案 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设计规划的单位 可是局里面今天有这个能力 完全用 各位 我再打个例子 通常这些规划 它是 已经叫做巨额采购 可是局里面这些人领的是 天天领的薪水 工作两倍以上的时间 带这些图来给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那这个是在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可能性 这个不是贾桂林在卖房子 我画成这样子 我底下绝对不会说仅供参考 这是真的 好 然后呢 从这个过来以后 我们就回到说 交通今天还没跟各位讲 可是一样交通局 交通顾问 还评都会很严肃的面对这些事情 这个是我们今天对 八点到下午四点的 冬日阴影模拟 这个符合现行技术对者 这个呢 其实我们自己局里面 对这个事情是很很很 很认真在做这个事情的 罗歌掌自己本身就是建筑师 他的标准比任何人都还高 你们不需要提醒他 因为建筑技术规则 对北侧仰光的要求很严格 那一样 好 我绝对不玩数字游戏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我刚才说了 三百五跟三十五 有人说 我不要两千八百户 我要一千五百户 你知道吗 我十秒钟就可以把它变一千五 就是三户增加 其实户数多增加 在这一区是有道理的 当时是怎么定 就是有个通则 六比三比一 六就是一房 三就是那个 两房 一就是三房 那是个通则 可是这里不一样啊 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 未来如果跟着都更 这里是这边的人的首选的中继住者 这里好像需要比较多房间的路数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 所以我今天才不跟你讨论两千八还一千四 我今天跟你讲的是说 已经讲好三百五 可能三十五 就是三百五是容积 三十五是渐壁 然后很严格的环保局 在环平的时候 他也会说你这应该是X或是Y 所以我们今天不必讨论 最高已经定了 各位 什么叫最高 就是 这个的标准要跟他一样 我意思是说 我现在这样做 你也同样 这个是原则吧 你知道这个模型 旁边这个是谁提醒我们要做的 是柯文哲市长 他说 那我那个模型是放在这里 他说你这样去一定会被骂 那我就说 我听懂了 意思是说 我这样先来 但是你可不可以做 你当然可以做啊 台北市本来就要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很快看到 你看到那个 那个浅蓝色的那个模型 我们是用很快的337.5来做 当然这只是初步的 未来可以有更多很好的可能性 蔡理长说 要照相为凭 免得人家说 蔡理长到我办公室被邻州名片 其实他没有 那天他跟两个朋友来 我们从头到尾的在讨论这事情 而且这是我们的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在表示说 在讨论 40变35 400变350 中间的讨论过程 其实那天我都还有收到很多很好的意见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市设计准则 这里转完 转到这里来 我告等 所以这整个的 那个等待的时间 这整个 转到这里可能会变停车场 我觉得意见很好 所以我们就要把未来这个转车出入口 朝北边推 这就是那天我们听到的 很好 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过程 当然会有啊 什么叫都市设计准则 准则是一个初步的大型的概念 但是到了西部的时候 单单到环平 这个就会一修正 再修正 一直修到合理维持 好 为什么是这一栋 这一栋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 其实 我在跟刚刚那位大姐讲 就是 因为大家还要再委屈的 再等一段时间 那这个时候做一个检疫停车 检疫力化是蛮好的 那我们也希望造就了它的 它的那个有效率 那这一栋呢 未来我可以想像有很多很多种用户 这里可以是个社区图书馆 这里可以是一个社区的 讲过去的展览的小小的展览馆 甚至这边可以作为未来这区的主要出入口 然后我们还有平台连接起来 它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我是觉得一栋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它会让起 让你记忆有过去 可是在其他六十公尺的地方 我们就做一个很舒服 很漂亮的开放空间 这是我们初步的想象 好 就是那天我们提到就是说 这是交给文化局来决定 对不起交给都发局来决定 所以那天的时候在台北市发局就讲说 将福德平宅融入未来基地 然后呢 这个是由都市发展局来整合 我们的确是目前朝这个方向 好 我把时间还给各位 谢谢 感谢各位的聆听 那今天人局长的简报都在我们都市发展局的网页首页都可以提供给各位下载阅读 我们现场没有提供职本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在推动无职化 希望各位可以理解 那当然我们会 最后我们会印职本四份各送四个礼的礼办公室 如果说不方便下载的相亲可以到那边来参业 那因为今天登记发言的也是相当的踊跃 是不是容许我这边就开始按照我们登记的顺位 那如果是刚才已经发言过 就无需再做 是不是可以就尽量我们节约时间 那我们时间上 基本上我们 因为时间关系是不是以一位发言两分钟为主 那1分30秒的时候请提醒 那我们从第一位登记的陈碧霞 应该是陈碧霞